真的要注意行人友善 画面上在暖暖区的暖暖街跟东市街口 就发生车辆擦撞行人的意外事件 引起现场民众关注 而根据第三分局暖暖派出所的调查 确认是车辆在这个路口没有礼让行人 西龙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暖暖派出所 于今日上午九时许接获报案 与暖暖东市街口发生车祸 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警察一辆银色自小客车 从暖暖街要左转东市街时 行进该路口 为礼让行人插撞正在过马路的富人 造成富人头部擦挫伤 警方于现场指挥交通协助伤患就医 第三分局呼吁 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到时 应确实减速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以维护置身及行人之用路安全 根据现场民众表示 这个路口是暖暖区重要的交通节点 往来人车很多 上下学尖峰时段也有很多小学生经过 提醒开车的驾驶真的要谨慎通行 确实坐到礼让行人 避免意外再度发生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黄尚明 基隆报导